2020年8月13日,現在全世界總共有確診數目是2078萬多 增加了27萬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增加了6000多個 按照這個形勢繼續發展,明天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2100萬以上 今天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就是印度 67000多個新增確診,去到239萬多,死亡47000多 另外就是巴西新增確診58000多,總共確診數目是317萬多 死亡10萬多人 美國仍然以數萬個新增確診來增加 今天增加了51000多個,去到5357000多 死亡非常接近17萬人,現在是169000多 相信按照這個形勢發展,明天應該是17萬人死亡 另外一個超過1萬個新增確診的地方就是哥倫比亞 多了12000多,去到42萬2千多 死亡方面多了300多人,去到13000多 接下來就是阿根廷7600多個新增確診,去到268000多 墨西哥多了6000多個確診,去到49萬2千多,快到50萬 俄羅斯仍然以幾千個新增確診,增加著 現在是5000個新增確診,去到90萬2千多,等等 Approximately,完全平均 許願ident 那回到18分鐘